來玩這款遊戲 涼山英雄傳 出了好幾天了 一直放在手機那邊 沒有拿出來玩 開打了 我是右邊的 我是杜星 水壺山寨 尋寶完成 之地7關後開放 角色做的算是挺可愛的啦 這戰鬥速度有點慢了 喔 點右下方 會產出什麼東西 訓練場 然後就可以升級了 噔噔噔噔噔噔 喔我右上方 戰鬥力 痾噔噔呃在爆發了 就跟 超級賽五人一樣 然後欸我要提升他 怪樹收兵誒 這個如果有很多隻角色 應該...會不錯玩 來了 欸怎麼都是一些 這張青 SS角色欸 對於張青這隻角色我不是很了解啦 他到底有什麼魅力可以到SS的呢 這遊戲有幾個S啊? 三個S以上嗎? 我們點這個角色就可以強化他 我們點張青好了 等一下 目前下載次數500次喔 看了他三四天了 還是在500次喔 可能是沒有什麼廣告吧 來吧我們強化他吧 蔡原子張青 背景音樂就跟過年的那種音樂是一樣的 我還是真心覺得這種背景音樂還是得去調整一下 喔? 增加尋寶耶 喔魚? 400元寶好還是不好啊 蔡沁 啊水斧鑽你 那我可以抽到 凌蔥那些嗎? 死盡凌蔥 無用 喔對於水斧鑽我認識的其實也不多喔 看廣告可以拿到400元寶 金條三層 喔金條是等於三層 三層幣的意思喔 這是月卡啦 我現在還有三隻角色了 這個菜劍強化一下吧 千道 也是廣告類型的遊戲啊 但沒有強制性廣告 快速上B 啊放置類型的 做成這樣還算是不錯玩的啊其實 捉通 小霸王來了 欸 怎麼突然人群鳥散啊 我這還不錯欸其實 他在 在打的時候他們都會有小型的對話框 還算是可以的喔 1級獲得 1級獲得 而外經驗池沒有了喔 嗯 接下來要看廣告 這邊是相關的任務 還有每日任務 集殺50個小兵 100個 欸他每日任務就集殺300個小兵喔 這個拿到了 所以他遊戲玩法就是這樣子喔 掛著一直打吧 合成系統是什麼啊 元寶不夠啊 也不知道能買 買些什麼東西欸 400元寶可以招募一位喔 嗯 算了不要看了 這 可以看 哇 我沒辦法知道說有多少英雄嗎 有沒有什麼圖線之類的 欸 剛剛打的抓通他加入我了 他加入我了 小霸王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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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這什麼啊 旋風 旋風 它會出現在什麼地方 看不出來耶 送江 無用 欸真的有志多星耶 喔 最高是三個S啦 報紙頭淋沖 九文龍死盡 欸 死盡耶 花龍 五 五松 耶 欸 還算是不錯 喜歡水舞鑽的不然這邊玩玩看好了 我個人是覺得還算是不錯玩的 如果你是喜歡水舞鑽應該可以玩一陣子吧 而且沒有什麼人氣度啊 這個時候充榜就很方便了 雖然已經退出好幾天了 不過也還OK啦 再怎麼玩最少都有五百名 呵呵 全服排好 本支影片不然就玩到這裡唄 喜歡的話 可以一下子來體驗看看吧 我還是覺得挺不錯玩的 這邊可以解鎖欸 喔 旋風 在這裡啦 你抽到那個角色 不是啦 你抽到那個技能 可以裝備在角色身上 來 又多一個暴擊了 我要給誰 給張青好了 張青 來 解鎖 報警給你 這次他戰鬥速度有點慢了 邱小矣 他為你出來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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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輕輕鬆鬆就把你秒殺了 他要加入我了嗎 沒有欸 催命判官 李莉 我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看廣告 欸 進軍教頭要來了 林聰 林聰 能不能弄個帥一點 李莉強化一下好了 動不動就經驗不足欸 你整個一直放置了 遊戲不然就玩到這裡唄 欸 還挺好玩的其實 認真的 大家掰掰 掰掰